第六十四次大松 第六十五 第六十五 第零四 第零四 工程式習慣從一開始 第六十四 所以歡迎大家來到現在幾月 10月 歡迎大家來到11月大松的短獎 我們第一個短獎的獎者是Peter 我們帶來Core for Japan 神秘的觀察報告 好 大家好 然後這一次因為去Core for Japan Summit 原本以為會遇到比較多台灣的社群參與者 不過後來發現只有我RS跟Jason而已 所以就想說剛好欠著這一次機會來分享一下 我在這一次Core for Japan Summit 聽到的一些相關的議程 然後這一次在Core for Japan Summit 聽到 這一次Core for Japan Summit的舉辦地點是關西 然後是在草津跟 就是在琵琶湖旁邊的草津地區 然後他舉辦的地點是在 在立命館大學的草津校區 然後如果大家對這個地點沒有概念的話 大概就是從京都搭火車 20分鐘到30分鐘左右的一個地方 可以這樣子去表達 然後這一次的議程呢 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總共有四軌 然後有兩個不同的場館 再分成兩個不同的場館進行 那四軌的話包含就是 主場地是橘色的那個部分 然後還有在主場地的二樓 有另外一個議程軌 然後在另外一個場館的旁邊 在另外一個場館的話 則是有兩個議程軌這樣進行 然後他就是在大學的校園內舉行的 所以他就是一個大學的那邊的場地 那他的場地大概 主會場大概就長這個樣子 就是用論壇的地點的方向來表示 然後Kino的話 這一次是邀請了就是安野貴博 安野貴博是叫做 合同會社機械經營的這個公司的代表 但他同時也有另外一個身分是 就是上一次東京都智市選舉的落選者 這是他候選人 然後他同時也是落選者這樣 不過他投到的票數好像是第五高票的樣子 然後以一個 就是在日本的話 是以一個政治派閥蠻重的一個國家來說 他能夠以素人的身分 然後取得這樣子的成績 其實是一件蠻不錯的事情 那也因為他在東京都市市選舉的時候 用了非常多數位創新的一個概念 然後同時他也跟唐鳳有非常多的往來跟交流 所以這一次他就被選為是 他們兩個就被選為是Kino Speaker這樣子 那唐鳳分享的就是 在數位發展部推動的一些相關的一個 還有他當政委的時候 推動的一些相關的政策跟意見 然後安野的話他就是分享他那時候 在參選東京都市市的時候 的一些相關的數位創新 那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可能是 台灣的搜尋參與者像窦尼 他有介紹過的就是廣聽 就是他就是利用線上的意見 徵集的方式 包含利用Github 利用Facebook 利用Twitter的hashtag 然後去收集相關的意見 然後把這意見收集起來之後 再透過人工智慧的方式 來收集跟整理相關的意見 然後在問題與討論的時候 也有討論到台灣跟日本在開放政府 跟政府利用開放服務上的時候的一些法規跟挑戰 就是有一些參與者提到說 不管是台灣或日本好像在這個相關的法規上 都有一些需要去調整的地方 那這個部分要如何去解決 那同時不准是在中央的層級 在地方政府的層級會有一樣的問題 那要如何去解決 那我覺得比較有趣的一點是 唐鳳好像有分享說就是 因為利用數位服務的關係 所以政府對於政府的信任程度 從9%上升到70% 然後這一點好像讓日本人感到非常驚訝 不過我覺得這個數據 可能某種程度上是有一點問題 就不能直接說 因為利用數位服務的關係 所以導致政府的支持率上升 另外那個9%應該是前一屆 就是馬英哲政府的時候 大家對於政府的滿意度跟支持率 然後它是不是能夠真的那麼直接的歸因 到說就是使用數位服務的關係 我覺得是有考慮的空間的 那同時因為最近剛好日本他們也在 發展人工智慧相關的討論 所以兩個人也針對人工智慧的 人工智慧如何應用 來提出相關的想法 包含說唐鳳他有提到說就是 他的對於人工智慧的想像會是什麼樣子 然後安也他則提到說就是 他認為人工智慧他不應該是發展成 就是像那個終結者一樣的 就是AI末世論的那個想法 而是比較像是可以發展成大A夢一樣的 就是去服務人類的一個機器人的概念 對所以他們兩個對於說 數位民主還有科技的發展是採取比較樂觀的部分 好那接下來是第一個議程 就是我聽的第一個議程 這個議程很有趣的 因為他這個議程的推動者是 東京大學底下的一個公民科技的研究計畫 他們叫做CTDI Civitech Design Initiative 那這個研究計畫呢 他是由企業所捐贈 然後是由東京大學底下的一個Data 空間社會研究 就是東京大學的數位空間社會研究所底下成立的 那他們在這個計畫底下聘了16位的成員 那應該大部分都是兼職啦 因為我去找了一下 每一位成員他應該還會有一些 就是自己的教職跟相關的工作 所以他們應該就是找了16位兼職的研究員 然後這些研究員的背景 大部分都是來自於地理資訊 然後生產技術工業技術等等的背景 然後一起來做相關的研究 那這個計畫的目的呢 第一個是要培養Civitech 就是公民科技學術研究的體系化 然後第二個是去培養相關的人才 並常用在相關的案例上 然後第三個是去支援日本 跟日本的地方政府還有地方的企業合作 然後去推廣公民科技的相關的應用 那他的捐贈者很有趣 就是第一個TIS諸事會社 他本來就是一個在發展公民科技相關的公司 就是他們公司本來就是在去導入相關的資料 然後把這些資料開源 然後去幫助地方政府或地方企業 去應用公民科技的一些相關的案例 來提供服務的 他們是類似這樣的一個公司 然後像第二個這個 per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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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ceptancy 這個公司呢 它是一個太平洋顧問公司 它是一家顧問公司 然後也是在做社會創新有關的顧問公司 然後第三個大家可能就比較熟悉 它就是PWC 然後PWC在日本 我覺得我們滿驚訝 TWC居然會參與到這個活動 跟這個計畫裡面的 然後最後這個社會機行情報公司 這個NGO呢 這個學會呢 它就是很... 就是跟社會情... 社會資訊啊地理資訊有關的一個學會 所以滿正常的 好 那目前日本他們慢慢發展的情況是 像明古工業大學已經有針對Civitech有關的課程 那我把課程大綱放在這邊 然後它滿有趣的是 它是以Wikidata跟點子松 來作為他們課程當中的案例發想 然後去帶領研究生去思考 如何利用公民科技來解決問題 有點像是把台灣的黑客松的形式 或是把台灣公民科技的形式 導入到大學課程當中 那CTDI他們目前正在發想的是 他們想要針對大學一年級學生來進行相關的授課 然後也會開發三種不同的教材 分別是教科書、工具包跟案例集 然後他們每一位講者 他們這一次的論壇 他們帶了七位講者上來 然後其中有兩位是TIS主事會社的聲員 另外五位是那個東京大學的研究者 那他們分享了各自分享 他們在上課的時候使用的書單 那我覺得書單的部分橫跨滿廣的 就是有政治學相關的書單 然後也有跟社會理論有關的書單 然後也有跟資料應用有關的書單 那最重要的是甚至還有被討厭的勇氣 我完全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會出現在 公民科技相關的書單裡面 就滿有趣的 好 那第二個Session我想要分享的是 就是這個是滿有趣的一個Session 然後也是跟數位任性有關 就是所謂的 因為2024年今年的1月1號 日本北陸地區石川縣的能登半島 它發生了一個規模7.6的一個強烈地震 剩一分鐘了 好 趕快 因為它深度極潛加上規模劇烈 所以它造成很大的災情 那因為地震之後呢 當地的公民科技社群 COFO金澤 它就在幾個小時內 迅速架設地圖資訊 並且建立一個即時的資訊發佈機制 然後這個就是COFO金澤的簡介 他們目前第一個開發出來的應用 是那個5374.jp 公民NASI的一個服務 那目標是要讓大家了解回收相關的資訊 那他們有比較了就是 普通的資訊發佈 跟相關的一些地震之後的資訊發佈的一個內容 然後他們認為說如果使用Node 來作為資訊發佈的話 是一個免費 而且管理容易 而且發佈內容之後 會留存很長時間的一個服務 所以或許是可以作為參考的 那最重要的是有一個ad for project 他們發現就是地震之後 救災的資訊太多 可是這些資訊呢 多半是以發佈救災資訊的主辦單位為主 而非是以受災戶的角度來做考量 那他們希望透過這個平台 來達到第一個是資訊數位化 然後讓大家能夠自己檢索 並且能夠達到良好資訊分類的一個平台 最重要的目標是希望能夠變成是一個誰都能參加的一個防災平台 好 那最後還有一些地圖資料的一些事例 然後還有就是RS 之後可能在成果報告說會講到的就是相關的成果 那歡迎大家 如果有興趣的話 下次可以一起來call for Japan Summit 因為它之後的晚宴都會提供日本酒還有點心 所以就歡迎大家一起來參加 謝謝大家 謝謝 troupe長的分享 好 謝謝大家 好